至于在屏东市则是发生了一起凶杀命案 这是一名巴旬的老翁和妻子发生 口角越吵越激烈 没想到老翁就拿出了一把西瓜刀朝着妻子砍杀 而且划伤头部额部还有脸部之后 那么还好是赶快的将他送医脱离了险境 但是杀人的老翁最后确实在自己家中要来企图巡团 在屏东市的这一栋透天座 客厅的地板血迹斑斑 还有一把水果刀 一颗西瓜也掉落在地上破成两半 果肉上面也都是鲜血 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邻居指出下午这一栋透天座传来夫妻吵架的声音 当时夫人打电话给女儿求救 女儿赶快报警 不过警方赶到现场时已经来不及 夫人的头部额头脸部都被先生持西瓜刀划伤 紧急送医挤救 经过我们的急救之后 现在血压跟心跳算是稳定 经过检查 头部有多数的撕裂伤 夫人送医挤救以后意识清楚脱离的险境 不过持西瓜刀看人的老翁 却在自家的客厅拿着钢丝巡团 不幸的是送医后炫告不治 因为那个死者经常返回大陆 所以经常在金钱上就有些纠纷 邻居说这位老夫妇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平时并不常吵架 感情也不差 怎么会突然起了口角冲突 甚至动刀杀人 警方表示杀人的老翁近来常跑到大陆去 财务出现了状况 因此妻子要求先生交代清楚 没有想到言不合引发了杀机 记者张川华评论报道